我定出现名额 我们接下来这场比赛呢 是两个人在上一轮的比赛中间都输掉了 那么在这一轮呢 谁输可能就是说 谁就被淘汰了 对 红方选手是薛神镇 蓝方选手是来自相当相亡格队的赵战士 赵战士是这个博士的哥哥 赵博士的哥哥 两个人太像了 真的一点都分不清啊 对 在上一轮比赛当中 两位选手都输掉了比赛 尤其是我们的种子选手 红方薛神镇 是 上一场比赛也是打了四回 对 薛神镇大家其实挺熟悉的 对 他和这个赵战士这些资料上显示 其实并没有多大差距 身高有两公分 然后臂展有六公分的差距 对 这个霍之权塞中了 又是一个霍之权塞中了 就是我觉得所有的这个 右式的选手对阵左式的时候 都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是 尤其是对对方的这个后织拳 确实是很难 是 对 刚才的两季后织拳塞中了 我现在要注意 关机 不要动 闪除 这五块再抓回你 来了 兄弟啊 姝大公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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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这一轮比赛当中 红方选手薛深圳要全力拼搏了 早了当步了 已经没有退路了 是 第一轮两个人都输掉了 是 哎呀遗憾高负 然后在这一轮就显得尤为重要 看谁能获得这个超级新人王的首场比赛胜利 嗯 输掉的也就是很遗憾可能就要淘汰了 虽然还有第三轮 但是第三轮已经 再拿三分的话可能就 没什么用啊 对 好的先把全力弄 哎呦这个是 踢踢扫腿的时候 被对方挡了一下 重心丢了 哎呀 来 替人家 替人家 是 红方薛深圳 他就是特别明显的 就是这种拼打型 就是拼打型 每一圈每一腿都是 拼尽全力去出的 没有虚晃 他知道自己的这种这种风格 对 身高并展不占优势 我只有在这种拼打中间 才能够有这种取胜的这种可能和机会 是 漂亮 所以哎呦好的前百拳 刚才对方打了一个 晃悠了一下 啥呀的 在上这轮比赛当中 进行到第三回合的时候 其实薛珍珍的教练这个何志伟啊 也有跟他讲 变一变 游走一下 但是呢 薛珍珍没有去执行这个指引 他觉得我就是拼打型的 那这个擂台上比的就是谁的拳头硬 尤其是自己又身高臂展不在优势 对 所以他就不爱那种游走 游走性的打打 对于自己的风格太过自信了 有时候被动的时候 被动的时候 他很难做出改变 是 我们来回到场上 对 再出一只扶拳过来 好 晓忍现在稍微有一些被动啊 这个时候 晓忍 好 晓忍直 第一回合中10秒 好 第一回合结束 很激烈 确实能够感觉到这个状态 要比上一轮要稍微好一些 是 而且这一轮确实是要 把自己东西打出来了 再不打得出来的话 可能就会淘汰了 没有机会了 对 他自己应该也是非常清楚的 好 两位的第二回合的比赛 好 两位的第二回合的比赛 好 上来就开始 身分相度 今天篮番赵战士也拼得很厉害 对 因为摆在他面前 其实和对方有效 就是输来这场比赛 可能就 退出了这个争夺了 对 下一轮是争夺了 对 低骚腿 有动作 有动作 打招给低骚腻 有小波了 身体 有低骚 有低骚 低骚 就篮方赵战士 基本上还是这个 以拳法的对攻为主 是 拳法 这个决生阵 他的低骚腿非常的凶狠 但是拳法也是他的特点之一 打完两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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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低骚腿 他在两圈走 打完两圈 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决生阵的力量 好的 前百圈又命中了 力量上还是有一点修饰的 这个身体的肌肉的维度 要比对方大了这么一圈 对 再提 一早 把对方的腿都踢起来了 很重 还是持续给对方加力 嘴 把对方推开 把对方推开 好 这支撑腿又 去对方支撑腿 去对方支撑腿 在上一组李元峰和赵博士的 这个对抗的当中 连冠也是持续的低伞绘 今天学生们面对哥哥赵战士 除了拳法之外也是在加强 其实也可以用这种战术 两个人腿杠到一起去了 第二回合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现在是凭毅力的时候 是 因为体能都有所下降了 体能应该到了一个极限了 对 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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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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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对方挤到拳脚 最后十秒 还是 最后听着凌声然后补了两腿 这让我对于第三回合 其实更期待 就是前两回合两个人 其实把这种体能基本上打光了 是 第三回合 我们看看怎么去安排战术 就是短暂的局间休息之后 我看体能能恢复到多少 这是一个滑倒了 纵屏丢掉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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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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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 杨茜茜 比赛结果 比赛进行到第三局 两分四十二秒 蓝方弃拳 比赛结果 红 方 上 杨茜茜 辈子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